嗨,大家好,我是L.A.小皮特 现在我在自家的后花园这边就是晒晒阳光 暖和暖和一笑 所以虽然现在就是室内比较冷 但是在外面晒晒阳光也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几个视频曾经讲过一个人 他放弃了绿卡,现在已经回到大陆去 他给信息我就是说已经找到一个好单位了 还不错的一个工作 我在这里就希望他在大陆那边有好的发展 人各有志 他就是说人生就是见过了 他也不遗憾 来美国前后也不到一年时间 从向往来到这里之后 他觉得美国很不适应他就回去 这个也很正常了 所以就是人生有每个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看到一些就是私下跟我聊天 有一些人他可能条件不够就是说签证这些旅游签证可能还是很难很难 他说在国内确实是已经没办法在国内待下去 就是一句话就是不想在国内待 宁愿偷渡 就是他说了我要偷渡来美国 这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我也不主张这种用这种方式偷渡来美国 确实也很危险 不是上一次早几个月不是有39个越南的那些投渡的都就是整个车厢都冻死了 这个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到国外去就想着去 但是越南的全部越南人都是这样 所以人呢可能就是说你越想想得到就越想得到的东西呢 你得不到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一些就是比较偏的一些偏急的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想出国 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我签美国证签不了 那我只能够想别的方法去偷渡的形式 偷渡的形式 去去达到自己就是那个理想 这个勇气 就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要一分为二了 这个而且就我就一般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这这方面了 反正这个也不便宜啊 这个五六十万人民币左右吧 要是要这个这个钱呢 也是不是一笔小数目 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也知道福建呢 他们那边呢就是有这种生意 可能你不是福建人呢 他们也许呢 他们都不是那么容易相信 你有这个 就是说你可能要一次性给钱 父亲这个钱财什么的 嗯 啊就是 当然也也问过我呢 就是说我是不是 嗯 防党的啊 或者我是不是法轮功的 就都都有很多很多人呢 跟我这个私下留言的时候呢 都是会问到这些 那我能怎么回答呢 我不是法轮功 也没有说要反反这个 反共产党的 我也不会反他 但我也是年轻过 我记得是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呢 我整天呢就是对着电脑 是吧 也很喜欢评论这些 什么国家大师啊 这个社会那些丑陋的东西啊 那就按照我当年的 的 所看的东西呢 我都会 嗯 怎么怎么啊 这个 社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时候呢就很热闹 很热闹 就是互相的去变 去变这些东西啊 有正方有反方 就打个比喻啊 有医生说 这个中国怎么怎么怎么 那有一些人呢 说中国好好好 就是两派啊 两派型就是 互相的大家都是在网上打文字的 那是 没有说用语音来说的 就是用语 就是文字上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个 这个当时的很激烈很激烈 嗯 就是大家都 那年头呢 刚好呢也是 江泽民主政时期吧 那个好像当时好像没有什么网络封锁之类东西 还是言论比较自由 后来呢就是到了胡锦涛的时候呢 好像慢慢慢慢的这个就把这个这个这个网络给封锁掉 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你想表达自己什么的东西呢还是有一点收敛 那个就像我们在国内也是经历过这些东西 就是说在网络上你不能够说的说那些话 太太怎么样 不然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人会发出警告给你说你不要说这个东西 或者会威胁一下你就说你这个你的小心啊小心一点啊就有有种恐恐吓的哈 这里面什么人的有也有五毛的有什么的哈 就是反正在网络上嘛真是都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那个年头呢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人就是对很多问题啊 就是都会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些光点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其实一个是一个好现象 你想想五四运动六四运动那那时期是吧都是年轻人那些大学生出来 他们啊就是年轻嘛血气方刚嘛他是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的 当年那批人啊就是好像什么毛泽东啊那个周恩来啊 那个时期都是十来岁的时候他们都去去搞那些东西的啊 成功啊就是王不成功啊那你就是土匪是不是是不是土匪哈 这时候后来就平凡了嘛五四嘛那你我也讲讲那个六四嘛 那六四你现在没有平凡哈很多人呢就是那个年头也是啊 一就是为了国家为什么样哈都要退休退出什么民主的 但这批人呢啊现在估计也五十多岁了 我看很多也也看也看透了这个社会看透了社会 但有时候还是要需要的吧是你看有什么人采访他哈 对那些以前的事情啊有什么看法他们还是就是面对着这个这个镜头上他还是要说说那些话 但是内心已经没有那么一种强烈这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人呢就不会那么很大的冲动很冲动哈 所以是一样的那我言归正传来说就刚才就是说了嘛就是说你没有来过美国的就很想来这个肯定肯定很想来的 所以哪怕你说国外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哈可能他们就说不管国外怎么样我都要去看啊这个都很正常 那我们来美国之前呢也是一样这样的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想一定要出去啊出去的哈 所以刚来了之后呢你见了之后呢那我们特别是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那我们也会会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呢去跟大家呢就讨论讨论 就是与那种啊不然呢我按照我自己说啊我每天就在这里塞他一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享受着嗯那个美国的那个这个优越性啊这个也不符合这种 就是说这个一味的去讲这个美国这样啊怎么怎么的啊也不行啊这个我们一味一味的讲国内现在就是不好也不行 我们讲的一种中立就是说什么社会制度都是有好有坏的没有四川四美的同样来到国外也没有四川四美回到大陆去也没有四川四美 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说你回到大陆一定会后悔后悔这个不一定啊你没有来过国国外你说这句话也也不能够说啊什么我怎么会回到国内会后悔的不会 因为因为因为我们已经两边我们都有对比的啊在国内我们我们也呆过在国外也呆过啊所以很多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看话了就说啊已经啊就是那么那么回事吧啊就是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吗你吃不到葡萄的就是说葡萄酸吗葡萄是甜的还是还是酸的你吃不了的你当然你就是就是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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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想着这个都是很正常啊是很正常啊所以这个来的人来去来去啊来来美国呆了不适合又回去啊都都是正常的这个人人口流动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国内是吧很多人住民工去大城市那里去干活的话 那那那有些城市人也觉得哟他们这个啊这个这么累啊这么累干这些累活还还这样那为什么要要建筑啊他还不是为了养家户口吗因为他是有工资的嘛城里的就是比如说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工资是比是比他原来乡村的工资高嘛比如大城市的话一个月当时我 在国内我听听就是听他们讲的就是说在广州是最低也有的两千块钱啊或者一千五啊当年啊一千五人民币你要是在他的他的所所在地那里干活呢大概就是六百块人民币所以这个六百块就应该是什么啊所以呢所以人家当然是会到大城市里打工了哈但是你到大城市打工你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时候 大城市的大城市的租房子吃的东西消费高所以你也要省市兼用是吧所以都是一样道理的所以你还要省市兼用然后把这个钱寄回老家去盖房子这个就是一样了哈这个这个是人往高处走的吧 但是你在城里那里面呆挂呢就觉得这个一千五的人民币不高真的不高哈是不高是吧那好像都都都也剩不了多少钱嗯但是你说那些民工呢到到一个地方去他挣一千五块钱啊他不是在那个城市里消费 他是老回自己老家去消费那也能盖房子也能够逃到老婆去就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来美国你挣美金然后这个钱那所以你挣美钱就每个人呢对这个钱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是吧 你要拿嘛就按照这个美金按照人民币来算然后我在留在美国啊就是洗洗碗碟啊有两千多块钱一个月那一万五人民币那这回老家那什么都有了哈是人上人了啊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吧嗯那你要留在这个美国这里花那个这个有什么钱啊都是没有什么钱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什么所以每个人对这个 这个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啊在美国的工资啊是看法不一样的有一些有一些人就是说哦一个月挣三千块钱就很满足了哈啊但有一些人三千块钱怎么满足啊三千块钱啊叫我做那些体力活挣三千块钱这个有什么满足不满足没有满足感就是没有什么嗯变化啊所以这个理解这个这个这个美金都是啊各有各的 去去去看法啊所以是这样的那同样我们在这里跟做视频的跟大家聊天聊到这方面那我们觉得在美国来说真正要过上一些好的生活你没有五六千块钱一个月你就靠那三千块钱那在美国我觉得真的只能够说是跟国内差不多吧跟国内差不多 就是最多就是最多就是物价便宜而已啊这个所以就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些一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了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定位就不一样那你没有来美国之前呢你可能说是两千块钱美金就满足了那你来之后你你真的是两千块钱能满足吗你两千块钱在美国没得花销啊 那要挣三千块钱三千块钱也也不是钱啊你要挣四千啊五千啊六千啊这个到了六千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个东西都是钱太少了哈这个可能还有人一万块美金一个月的这个时候你你也不满足啊你也会有怨言啊觉得在美国生活没意思的五六千块美金没意思的这个人呢都是不停的去追求的嘛所以不能够说一个 嗯是一个标准有标准啊所以我说在在在在这里分享我说在美国啊好这个三四千块钱在美国算是什么东西啊算算什么生活啊但是你要没来美国的你在你在国内的你一看啊四四千块钱四千块钱现在已经现在已经一比八了八四三万多三万多三万多块钱是吧看看是八八八四三万多那那不就 就是钱了嘛所以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去看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些我们这种四千五千跟这些都是来了美国这些人你说出这个三四千块钱他们也觉得三四千块钱算什么钱啊在美国不算钱嘛大家都是挣美金的那算什么什么屌钱啊也不算什么屌钱啊所以所以我在我在这个美国来说哈 我要是要是大家中国人喜欢问嘛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嘛我挣四千块钱美金哎呀没挣四十四块钱还还可以还可以只是个可以并不是说很好啦是可以 要讲到去什么要过上一些稍微好一点的生活的话那你这个四千块钱那又算个屌啊这不算什么东西啦是吧 啊单靠是吃饭所以这个每个人呢都是理解不一样你到了美国你你挣了钱你你你的想法就变了啊没来美国跟来了美国的思想肯定是不一样的不然的话怎么出国怎么去见外面的世界肯定是有视线的转变嗯所以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美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肯定是这种思想啊不然的话我来美国这个 这六七年时间我我我我没有变化的那我也不叫做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了啊嗯那你说我在美国能挣三千块钱的算是一种啊幸福生活那我可能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可能认这就是幸福生活但我来以后这我就认为不是这个不是幸福生活嘛嘛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分享嘛 啊但是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是同样是能啊签不了证啊最好是投渡啊来也要来嘛这个也是一样的嘛所以基本上啊我都说是是这回事 今天我就跟大家想先聊就是这件事情啊但我也刚才呢也拍了一个视频说呢这个这个差不多考试了大卡车考试哈到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啊继续的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哈所以有什么都可以在我的视频留言不管你是什么观点我都愿意接受啊没有事情啊都是这样啊好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拜拜 拜拜